Hello 又是我光頭仔 Jason 很多家長都想小朋友開心快樂成長 而來自台灣品牌Wum Wum的創辦人都不例外 他在見到小朋友踩著單車展現這麼開心的神情時 令到他銳耳想設計一款理想的單車給他小朋友 而在我眼前就是這個Wum Wum的平衡車 他已經出到第二代了 今代除了他在台灣製造之外 他還有不少升級 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他在台灣和日本這麼好賣 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產品介紹、玩樂資訊和教學示範 記得Like這條影片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首先講講這輛Wum Wum平衡車的設計概念 設計師Daddy很堅持他所謂3S的設計理念 所謂3S就是代表家長的安心、安心、安心、安全、安全、 和學習的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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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 首先這輛車架是針對亞洲小朋友的體型去調整的 特別會考慮到小朋友的腳長、身高和手長去調整它的車架幾何 而這輛車架也採取了山地車零形的車架設計 有別於我們一般單車的法力位是在腳踏下面的部分 但踩這輛平衡車時 很多時的法力位是在座位和把手 一來重心比較高一點 也受力範圍比較分開 零形車架的作用是穩定整個車身 令它的扭曲沒有那麼多 而傳動效果也會比較理想 不僅如此 配合它的前叉有一點側向前 令到它的轉向沒有那麼敏感 令到整輛車更加穩定 而WUMWUM的BALANCE WHITE 特別設有這個特大的腳踏板 腳踏板的好處是 可以讓小朋友收起腳去滑行 增添樂趣 同一時間可以模擬小朋友 收起腳踏的動作 令到它可以順利過度去踏兩輪單車 而腳踏板也可以讓小朋友站著踏 而這個動作也是我們玩BMX或山地車的基本技巧 令到小朋友除了在踏單車徑之外 可以嘗試不同類別單車的樂趣 這次第二代的腳踏板 其實都比上一代向前移了20mm 這樣的話可以增加後面的空間 令到小朋友的腳踏下去的時候 沒有那麼容易遮蓋到輪子 另外也可以讓小朋友後面多些踏騎的空間 在片頭我們有說過 今次WUMWUM的平衡車第二代就是在台灣生產 方便它們做這個品質監控 但第二代不只是轉產地那麼簡單 其實整架車都有不少升級的 尤其是在車身重量方面 你要知道一架Strider的鋁合金平衡車 用這個E-Way普交輪胎和比較簡單的配件 整架車重量大約2.5kg 但這架WUMWUM第二代 即使它用了充氣輪組和Bearing Headset 整架車的重量只不過是3kg 而它怎樣可以做到那麼輕呢 首先就是它的車架和前叉都選用了較輕的鋁合金去做的 另外一大的升級就是它的輪組 你看到它的輪組 今次它選用了5組總共10條的Spoke 除了令到整個重量減輕之外 看上去跑味都十足 兼且它用了鋁合金的盒身 以及閉合式Sail Bearing 除了令到它輕一點之外 亦都會耐用一點和暢順一點的轉起來 而我知道很多家長都希望和小朋友參加這個平衡車比賽 可能你會問 我可不可以升級一些再強一點 好像Carbon、Ceramic Bearing的輪組 答案是可以的 原因是這個WUMWUM第二代的輪組 其實選擇了95mm這個開檔距離 這個基本上是和Strider一模一樣的 意味著如果輪組是可以用在Strider的話 大部分都可以用在WUMWUM身上 而大大增加了升級的空間 剛才提及過 安全其實是WUMWUM在設計上的很重要的價值觀 怎樣體驗在車上呢 好像它這個車頭部分 它的Headset除了用Bearing令到轉向更加暢順之外 它還有一個130度的Turning Limit轉向限制 令到小朋友不會過份扭動轉向 令到他失控的情況出現 而另外它的Handle Bar的把手膠 左右兩邊不同顏色 已經成為WUMWUM Balance Bike的一大特色 其實它的作用不只是靚那麼簡單 它的作用其實方便小朋友可以分到 左和右辨別到轉向的方向 而WUMWUM的Balance Bike都拿了相關的安全認證 亦都因為這樣 它可以成功打入這個對品質同樣高的 日本幼稚園的市場 為什麼這輛平衡車在WUMWUM系列裡面 叫二號車呢 原因就是它這輛車是設計 由二至五歲的小朋友使用的 所以它的座位可以因應小朋友的高度 大幅由二四CM調節到四十四CM 雖然家長選擇的Balance Bike 可能會看設計或品質 但是小朋友可能純粹選擇顏色 所以這次WUMWUM平衡車第二代 一口氣推出六隻顏色 除了之前很受歡迎的黃色、藍色、粉紅之外 這次它還特別推出了 好像我眼前這一款很型的啞黑色、均綠色 相信大人和小朋友都會很喜歡的 玩平衡車除了一輛車之外 保護裝備都很重要的 我們都會建議是小朋友玩的時候 都會配備頭盔、手套和護膝護摘 除了可以保護小朋友之外 都幫助它至少建立安全意識 大過踩單車的時候 它自自然會繼續願意戴頭盔 WUMWUMBALANCE WAY第二代 已經登錄了JOLY MAP的門市和網站 歡迎去我們門市試試車 如果你對這輛車有任何疑問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盡快為大家解答 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產品介紹、玩樂資訊和教學示範的話 記得Like這條影片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下條影片見 拜拜